大家好,今天给家人做非常好吃的麻辣香锅 先把大虾修剪一下 然后挑去下馅 把大虾清洗干净 加入一点料酒 用手抓匀之后腌制十分钟 接着准备配菜 切点藕片,土豆片和洋葱 再切一点黄瓜 再准备一点葱姜蒜和干辣椒段 再准备一盘丸子 配菜就准备好了 锅底水开 先下入丸子煮上两分钟 再放入藕片,土豆片和大虾 全部煮熟,捞出备用 起锅烧油,下葱姜蒜和干辣椒段炒香 然后加入麻辣香锅调料 翻炒均匀 倒入刚煮熟的食材 然后翻炒均匀 再放入黄瓜和洋葱 撒上白芝麻和香菜 非常好吃的麻辣香锅就做好了 吃起来麻辣鲜香 开胃又解馋 吃上一顿真的是太舒服了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在家试试吧